麻烦了 你的老年糕 原本烫的烫 你吃饭吗 吃饭吗吃饭 我都不知道 你说那个是不是要请我吃饭 我当成你要请我吃饭 然后我就跟你说 我早上10点多才吃饭 现在都只不过谢谢 又是一个世卫陶渊般的村子 这里群山延绵 在阳光的照料下显得格外的好看 村子坐落在海拔800米的山窝中 也有很多新建的别墅 这里就是丰顺县八厢厢方田站 其实这个村子在我上一次丰顺之旅 经过方极村的时候 就有当地的朋友特别推荐 我来这里记录一下 没想到竟是如此美丽的地方 听不听得我说话 听不懂 听不懂 我来这边玩的 没有 来这边玩一下看一下的 没有 听不懂客家话 感觉 深入一些客家村 自己就像一个文盲 这里是丰顺八厢厢方田站 想不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居然还有村子 哎呀 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叶山子 大叶山子麻花 这个这边是我想要探索的地方之一 因为上一次我有经过方极村 经过方极村之后呢 然后也有网友说叫我来方田站 这里也看一下 别小看一些山村 其实在山村里面生活的人不一定都是贫穷户 很多都是在外面做生意啊 然后也有很多是靠种植茶叶发家的人 好舒服啊 像这个天气 虽然说今天太阳出来了 有点热 但是吹着这些山风啊 还是挺舒服的 今天山村最怕的就是一些狗啊 真的 还是不能随便乱走啊 听不懂客家话来到客家地区 好尴尬 你好 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听不听得懂 这边就剩下 他一位老人家了吧 说了 但是不要进去打扰他 你好 你好 我来这边玩的 是吗 对 一个陌生的人来到陌生的地方 想要跟当地深入交流 我觉得 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所以说就当是一次 简单的旅行吧 兄弟们 哇 他门前这里摆放了好多木材 他这边是在炒茶的吗 刚刚有看到一个老人家 算了 不想进去了 不知道进去会不会打扰到他们 随便走走 随便拐一下 探索乡村 其实很多时候都存在不确定性 而且又是一个人去到源于不同的地方 在没有建立互信的时候 真的很难当凭简单的交流 就让当地人放下戒心去接待一个陌生人 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间 正值烈日烘烤 村子里面很多老人都健康出头 顶着烈日回归家中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面无味杂成 也有很多感慨 其实进来一些村子 看到一些当地的村民 他们没有跟外地人说话 可能就是平时有比较多的一些防备心理吧 我感觉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好吧 那随便就用航拍飞机 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村子的情况 然后我也差不多要 请点赞 订阅 转发勒 answers 我打算找个阴凉处随便飞一下航拍飞机 可接下来的这一幕 让我这个现在异乡的外来人倍感温馨 这位刚在工地干活回来的大姐 汉水已经打湿了她的头发 但是她还是热情的邀请我进去家里面休息 当然也就有了视频开头便找的交流 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不能太打扰你们 你要吃饭 我吃过了 吃饭吃过了 吃茶哦 对你们这边就是吸茶 吸茶 你们这边这个客家话 跟那个街西客家话不同 我就听不懂 你听不懂 你咋干什么来的 我是浦宁那边过来的 浦宁啊 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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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这里的这个客家话接近这个五华音了就听不懂了 街西那边客家话就可以听了一点点 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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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一年到头都是讲家乡话了 不用讲这个普通话 不用上班 嗯 你去做什么怎么满不带汗 找个毛巾擦一下 啊 找个毛巾擦一下全身都是汗了 没有 全身都是汗 给我监住 在那边 给你擦一下擦一下 给我监住 哦 做监住 哦 这有事在村口这里 哦 到辽宁 又松掉了 又累了啊 肯定 他们是他们是 他们是 他们是老婆吗 啊 找个对象了吗 找了找了找了 多少岁呢 啊 老婆三十三 老婆三十三 对我三十五 嗯 给你加几个 多少个 对啊 你多少个 四个 有四个 嗯 哎 走啊 但是你都忙去 你去 所以你都讨饿了 你知道吗 嗯 我很早就结婚了 早早就结婚了 再喝杯茶 然后我就走了 谢谢 吃杯子啊 啊 吃杯子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你们这边 这边的人都非常热情 你叫我吃饭 你叫我吃饭 不要再吃饭 不吃饭 我早上很晚才吃饭 10点多 11点才吃饭 对 你是不是要由我在这里吃重午饭 你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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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了 听不懂就就是不好了 到你们这边听不懂就好像一个文盲一样 一个虾子一样什么都不会说 那你忙不开 你有叉吗 车 有有有 我车放在那边 我开摩托车来的 回摩托车了 你要回摩托车了 你们这边风景好 景色好 环境好 环境好 飞机啊 看到你们这里 好看 好看 村子里面好看 漂亮 不要再冲了 不冲了 不冲了 谢谢 我要走了 要走了 要走了 要出去 慢 好 还是非常感谢刚才那位老阿姨的热情招待的 虽然说言语不通 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然后我大概猜测了 一直不知道有没有猜对 反正来到这里 也是给你们留下了一个真好的影响 毕竟陌生的人来到陌生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是想要得到一丝丝的温暖 刚好就是刚刚在背后一会见嘛 然后就是在那位阿姨的门口 她就是热情的招待我 然后请我喝了一杯茶 这个就是瓶水相逢的缘分吧 然后我也差不多要离开这个村子了